我感觉越年轻越认真读书 越有学问 那他今天来帮我们上课 就是讲哈啡瘤的治疗 那哈啡瘤其实 像我老爸最后年纪够大了 他18年次 最后哈啡瘤也是很麻烦 那甚至哈啡瘤也会有 Rizmia 那将来我们都会照顾我们的家人 可能这个都很重要 那我们的病人 如果早一点可以治疗 就不用到最后的 就是不好处理 那我们今天就在那里 欢迎我们朱医师 王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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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院长 各位医师 各位前进 大家午安 那我是高雄随大学 心上的那个治疑是吴伟松 那今天就分配给我的他 我主要是讲心衰竭 那波克主要是在讲 A to A plus 这句话什么意思 其实白话讲就是说 之前的照度是可以吗 那我们要再更多 怎么样能够达到A plus 那为什么要讲心衰竭 其实因为心衰竭它是一个死亡率非常高的 也许我们没有固定在照顾这些病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可以 在出院中病人大约38%会有卡尔 那出院30天左右将近12% 然后一年20% 如果到5年的话 他几乎有一半的病 就说马卡尔 就是说那些病人也许在你的诊所 在你的service 他将近有一半的病 其实都不会再回来 那跟 为什么要这样 你可以看看跟其他的一些 Tancer 都比较起来 我觉得它不会是Tancer Tancer 30%到40% 那卡尔竟然可以达到50% 那除了死亡之外呢 卡尔还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识 就是它很容易在住院 那我们可以看到 统计上来说 这些在三四天内在住院机构 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 那一年内在住院的 相信我自己 达到他有十分之一 所以它的一个临床进程 我们可以看到像 黑染色的局限 它有可能 它的哈方就是 左边这一条 重头 它方全再一次的 就哈菲伦之后 心脏功能会起初下降 它有可能会再回来 但是 它不见得能够回到原来的 心脏功能 它再一次的一个哈菲伦之后 它会一路的下降 那也许到哪一天之后 它就知道 那其他路线 它有可能一次哈菲伦之后 它的一个配话 其实是 心脏的一个功能 是一直在中下 那我稍微提一下 这个心脏衰竭的一个分类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治疗 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相当 那原则上来说 不管是我们心脏血 或是大部分的一些 国际上的改善 我们都会把心脏概括 分为哈菲伦 就是 那目前它们大概 左右几乎都是这样 稍微40%以下 我们就把它分为 就是哈菲伦 但前提上 你要有一些哈菲伦 有些症状 你从症状跟症状 跟症状跟症状 那主要还是 以它的EF来分类 那另外一个就是 哈菲伦之后 它叶主地缺大流似 就是这样的 那比较特别就是 在ESC 歐洲盖 它又有分 把这个40到50中间 有分出一个灰色的替代 叫做 Mid range Degregation ratio 哈菲伦 但这部分 比较没有共识 就是说 大家 没有想说 这部分的一个治疗 到底是要偏向reduce 还是抵射 我想这部分 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总统 原则上reduce就是想有事实 然后reduce就是差的无事 所以 哈菲伦治疗的一个重点 以下接下来讲 都是reduce哈菲 那我们讲reduce 因为其实在reduce哈菲伦 这部分 不管所有的一些大型临床 trial 跟药物的治疗 其实都是失望 就是说 它没有临床上的一个症状 能够增加这些reduce 哈菲伦的一些survival 或是住院 所以这部分来说 目前是缺乏大型的一些乳床症 所以以下的 所讲的都是reduce哈菲伦 那目前它会有的治疗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发展大概四五十五年 原则上就是一个beta伐格 加上AC ARP MRI menuocle 这三大类的药物 是reduce哈菲伦 重要的一个基石 那其他相关的 像reduce ICT 可能这些品 从东西 或者是一些 它需要装那个 RGT 或是一些 reduce 一些动作 或是甚至 比较进阶的 哈菲伦 它需要一些 新式的一些 甚至需要说 这些药物 都是有一些良好 或是强大的一些 那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药物 像Titocin 这些角色 其实在近年内 已经越来越 通常越厚 所以说它证据 其实没有那么强 那新的药物 像reduce 其他一些 NITRED的药物 其实也都可以使用 但是它的证据 没有像这些三类 NATO ACI ARP MRI 那我们快速来 带过一下这些 这些 传统 治疗上的 这些药物 这些STARP 它证据 抢入到 那像 AR ACI 我们主要看这个 NATO Concenters 在19 大概80年代 多 那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 这些reduce Table 它可以下降 40多正的一个 那 ZO 这个STARP 它也是用NATO 不过它的时间 大概比较长 可以看到那48个月之后 它也是能够有效的下降 16%的一个 NATO 那在ARP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DSTARP 这个是在 可以看到贴品的追踪了将近 2年到3年 它也可以有效的下降 13%的NATO NATO 它在MRI方面有两种 我们传统用的Spiralatone 另外一个 比较新型的NATO 这个也是有良好的证据 那 GENTRAL STARP 它可以下降30%的一个MOTARP 那 注意一下就是说 这个NATO NATO 这个药物它的STARP 主要是在 POST-MI XCAP 所以 它在建讨一些 管理药物 目前的ADK 还是使用在 POST-MI XCAP 它也可以下降 15个 管理药物 它的基盤 配合 POST-MI 背景 POST-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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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F-DEP 你可以使用的 所以 我们 那桶上用的一些音証 我那些 其實是沒有正式 你可以看到 这些 大體NATO 幾乎都可以下降 30 40到39 或是 那既然他這個有這麼好的良好的一個藥物可以下降到這些抹擦案 為什麼還要在講今天這個討論 所以其實就像我前面剛提到 這些病人他的抹擦壓率還是很高 他在5年內的一個死亡率還是降近幾乎50%左右 雖然說近年內這些藥物的發展很好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有效的下降他們的死亡率 所以表示說他還有一些進步的一些控制 那所以我們來稍微提一下說 這個心臟的一些他的一些平衡 在一些遇到一些外在的壓力刺激 甚至哈菲的時候他的一個Homostasis的狀況 他就是一樣 主要是有三個System在維持我們心臟的平衡 那我們受到外在壓力刺激的時候 這個膠反腺心的部分會活化 他這個會讓我們血管收縮 心臟功能收縮 收縮力增強 他會增快 那另外一個 Radio Angiotensis System 類似有這樣的小血管收縮 但是他甚至會造成心臟的吸激肥後反抹心臟 所以長期在這些Strains下 這些的 這兩個System的一個活化 其實對心臟是比較不利 不過在我們身體的一個自然平衡 像我們有另外一個System 他可以有效的去平衡這樣的一個作用 就是說他我們身體可以吸引一個 Strains rate and impact system 他所分泌出來的一些像AMP BNP CMP 這些物質 他其實可以有效的讓 原收膽的血管收縮 膠反腫瘦 膠反腫瘦 甚至他有一些力尿 力尼的作用 所以他可以試做去平衡這些 不管是交換成績 或是RSS System 這一項的活性的作用 那也因為如此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這些 心臟摔絕的這些腰 像北大國 我覺得他主要就是作用在這些交換成績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有一個新的一個基礎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 他最有一個peptide 他所分泌這些 這些BNP BNP 他能夠有效的一個平衡這樣一個作用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朝這方面來思考 那不過很遺憾就是說 這一些NP BNP 他會被這些體內酵素肌代謝掉 所以他可能這樣一個作用就會消失掉 那所以有另外一個基礎就是 我們如果把這個 這個酵素肌治掉 他這些BNP BNP CMP 他在體內做的時間就會解決 他能夠平衡掉這些 另外兩個盾身體骨骰 在這些sistence的時間 能夠正確實 稍微看一下說 這個sistence 他一個發展的一個歷史 大概是在1970年 80年左右 其實我們大概就知道 這個NATER 就是PEPTIM存在 那也知道說 這些PEPTIM會被這些 NECRORIZING 剛提到這些酵素肌 他會被分解在時間 那所以我們會想說 那如果把這個酵素抑制掉 這些NATERORIZING 他就會上升 所以其實有些START的工作 的確在他會 你去抑制他 那些ABGNP的濃度性 真的是會上升 但是在過去的一些START裡面 其實這些數字的上升 會心臟衰竭的病人 並沒有臨床上死劑的原因 所以你去思考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那後面他會把這些NATERORIZING 再加上一個START 比如說他再多一個TEST 會去抑制他的火星 那事實上在OVERFOOD 這START 其實他也沒有 因為這樣增加了一個 代謝火星的路徑 他去看到 會不會這些心臟病的病 他會有病 他有病毒 直到2006年 我們剛剛講的 有再加入一個新的一個系統 NATERORIZING PEGTIE 我們講這個LSTD69 待會我再稍微提一下 他才大足的改善 那個AVERFOOD 並有一個豪胖的病毒 好 那所以這個NATERORIZING PEGTIE 的這個Division 我們剛剛講到 他會上升幾年MTB的性質 的確在病房實驗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NATERORIZING PEGTIE 這個是一個NATERORIZING PEGTIE 可以看到他 代表不同濃度上 的確是個增加 這些NATERORIZING PEGTIE 但是在這些藥物的使用下 不管是NATERORIZING PEGTIE 或是一個之前的 ATERORIZING PEGTIE 我剛剛有提到說 他在臨床事件上 畢竟我們會在這些HARFOOD病 我們看到 甚至可能還會增加死亡 所以這些STUDE很快 就被Termination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這些 這個NATERORIZING PEGTIE 我們本來是要抑制這個 這個酵素 不過這個酵素他其實不只會分析 它同時也會分析這些 像ANCHO TENSING 1 ANCHO TENSING 2 或是BRAVETINI 這類的一個 我們境內一些情緒物質 那你如果把這個酵素抑制掉 他同時也會抑制這些 ANCHO TENSING 1 這些類的代表 所以他同時也會 這個活化 像ANCHO TENSING 1 它會造成CANCHO TENSING 1 有些 其實 有些 這些對新冠節的病人 好像說 歐洲是很好的 所以剛剛後面會提到說 那我再加一個 藥物 我把這個 還是會拿去治療 那目前 剛開始想到就是ACI 不過 這個藥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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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抑制這個 NCHO TENSING 所以這個 NCHO TENSING 會佛化下面這些 這些 所以在OPENBOOSTART 這個 這裡面 它用一個 NCHO TENSING 1 這個藥物 它就是NCHO TENSING 1 NCHO TENSING 2 加上一個 S 去看說這樣的一個PASS會對心衰期的病人到底有什麼好處 答案是沒有 那是為什麼 其實在Effects上是沒有差距的 但是在Saving方面我們發現它有比較多的一個步驟 像是Angeloid 所以這個Study原則上已經失敗了 那為什麼會 步驟會這麼高 我們可以看一下 Omaculate影替的特效物 它其實都會抑制 不只抑制 它會抑制ACNU這些效果 那這些效果其實同時都會 本來就是在我們體內 它會把這些Project進去再新掉 那其實我們知道Project進去 這個物質就是引起 像是ACI常常會引起一些 所以Angeloid Tore 我們常見的這些副作用 所以你把這個Project進去的途徑 同時也抑制掉的話 其實這個藥物的副作用就會明顯的增加 好 所以我們現在講到這個Angelo Tenzin Receptor Moralizing的一定的 我們現在講就是這個ARMI的這個藥 我們現在另外就是把ACI把它換成ARB 但是它其實是用的MALSA跟 那左邊的這部分 Neburizing given它是叫這個Cartre 這兩個藥物把它合成在一起 它也是一個 叫我們現在的C695 那這是一個全新的一個機構 一個藥物 其實它也不能說真的新的機構 它是一個Combination的一個藥物 它合併了一個Neburizing Individation 和DF1的一個Cessor Rocking 那這個藥物在井內 它會代謝成 不然是EATM的 但這另外一個就是PASA 它這個藥物跟原來之前的那個 我們PATCH的已經有什麼不一樣 它LCC696這個藥物 它只影響 它是抑制症的 不然是一個效果 它並不會去影響ASPC NEP這樣一個效果 所以它對於PASA的一個代謝比較少的影響 所以它在臨床上 會產生NEP蠻酷的這個副作用 就會減少 那這個藥物對咖啡爾病人 到底沒有臨床上什麼的注意 有沒有臨床上的好處 那我們這個 我們做一個 這個藥物做一個PARADIN咖啡爾的Style 就是去看到一個PARADIN咖啡爾 在這些PARADIN咖啡爾的戰略有沒有真正的影響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邏輯型的PARADIN咖啡爾瘡 然後是8000多個病 47個國家 它其中的包括台灣的戰略 它Inclusion的法律是 NYH院這些PARADIN咖啡爾病 住院PARADIN咖啡爾來包括 它有哈菲爾的症狀 或是說你有了臨床 BETA的一個佐證 其他像是一些 它之前因為哈菲爾一年幾年住院過 但是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說 這些病人 它必須有接受良好的一個 哈菲爾的一些全體群狼的一個藥物的治療 比如說像是ST、ARB 或是BETA 它必須要穩定持續治療四週以上 然後才會被收入這個時代 那如果它可以用的NARIA 它依許比較危險的時間 準備到 那其他的像 Exclusion管理 像有一些Control Decations 像MGD 這些都會被排除 身份量太差的 假衣質太高的 之前其他太低 這種都會被排除 那其他像是QHAB的症狀 也不會到收入的對象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 它的一個臨床設計 它是Redmine 8O 那 它先用ACEI 再轉換成 這ACEI LC69U 那在採摧DOS上去的時候 再開始做了NARIA 它總的主要分成兩個on 一個on 一個on是ACEI 然後他有10mgb 那另外一個就是 LC69U 200mgb 那追蹤平均27個月 我們來看一下它 最後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在追蹤的這段期間 BMP的LAGO 你如果是在用 LC69U這個要的話 它是會明顯的會增加 所以它在一四周一八周 如果是綠色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吧 在四周八周 它的一個BMPLAGO都成功 這個也印證說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它的一個 基礎系列上 DMP BMP CNP 它在體內的時間 會維持得比較多 那在這兩群族群的一個 基本資料上 原則上是 這些都是蠻小的 它是沒有 是特別上來查 但我們稍微錄一下 就是說 這類它非紋病 其實它收不進來 它已經接受過 很好的一個 藥物的資料 像貝拉伏的 肩膜 90幾%之後 接受到貝拉伏的資料 MRA的部分已經 無私核勝 這就比方說 它其實是 接受到目前最好的 一個藥物的資料 那其他的 這些兩國 別的一個人 都其實是差不多 所以我們來看 它最後的一個 PARMET EMPORT 它PARMET EMPORT 也是CVDEX 加上一個 RPL的載助 這就是我們剛剛前面 提到的最重要 其實我們最重要 就是 以後CVDEX跟載助 它可以明顯的 下降到20%左右 所以我們統計上 就是非常鮮度的原因 那如果是把 這個PARMET EMPORT 分開看 CVDEX可以下降到20% 再住院 可以下降到21% 那其他的 像 Second EMPORT 其他的 OFOS 但是這些病人 他不一定是心臟 有問題 他可能其他也不照 他也是有幫忙 可以下降16% 好 那在死亡別的方面 其實心衰急 我們還 他的一個 他也還有一部分 是CVDEX OFOS CVDEX 就是突然突發現 行李死亡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 環境上是有下降 這個CVDEX 可以下降20%左右 好 所以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是在 再住院的方面 30天左右 我們去分析 下降46% 那其他的一個 Second EMPORT 那好處方面 這個KCCQC 他是做一個 臨床上的 Live quality的一個 這個指標分析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LCE696這個 他的Live quality分數 是比較高的 那跟傳統上 LCEISL 他是有顯著的 那在 腎臟功能的一個 退化方面 其實在 LCE696這個藥物 他也是比傳統 LCEISL 會很危險 那在 新發症的 A5 這方面 其實在這兩條 是沒有統計上的差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腎臟功能 其實會隨著時間 他可能會慢慢的抵開 但在使用 LCE696這一支 他的下降能力的速度 會比傳統 LCEISL 會還是慢一些 這個也是統計上的差別 那其他我們要注意的一個安全性的部分 像 因為這裡面其實 LCE696或是 HDI 其實我們傳統 都有一些 對 聖功能過好病 做一些 所以我們會看看說 他的聖功能的上升的幅度 假離職上升的幅度也沒有差別 我們可以放在 LCE696這一支 其實他都比傳統的 HDI 會來的好一些 那在副作用方面 像POP 他也比傳統的HDI 沒有的好 MGYT方面 是沒有差別 就是說 至少跟傳統上來講是一樣的 那比較要注意的就是說 在低血壓這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他指的是 有症狀 有症狀 SBP 就小了 沒有症狀 在LCE696這一支 他是 有陰險的比較多 就是統計上是有異議的 那 會不會因為血壓D有什麼樣的 因率呢 其實在 我們最後再看 他的一個低血壓這部分 其實 暫時可能差點不到1% 而且 會因為這樣的一個 作用造成 他最後停藥的 機會 其實是 在兩組上是沒有差別 所以原則上 我們 大家裡面看到的是 他不會因為低血壓 造成他 藥物的停滯使用 甚至你可以看到 在其他的 傳統HDI 其他 停止用藥物的幾個派 還有 還有 LCE696那 那到底降多少 這個血壓到底降多少 統計上來說 他在八個月 他在八個月之後 就會是問題 平均來說 LCE696和這個樣 大概會降3.2的毫米 濃度左右 那持續到三年 那大概就不會是降低化 所以他對整個 差別的一個 便利 其實並不會因為 這樣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把時間 走通轉進去的 統計來看 所以 這個藥物我們 看一下這個 BIOMARK 其實心臟在 在心臟裡面這些 我們本來是一個 火BMP 那在 分解之後 才會分 才會有這個 有活性的一個BMP 跟 沒有活性的 NTPO BMP 所以原則上 他們兩個的 上個的長度 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使用這個藥物 抑制BMP的代謝 BMP的濃度 其實會變 會升高 但是在 NTPO BMP 這部分 因為他病 沒有影響到這個 所以原則上 在他會有病 如果說 他的一個 心臟衰竭的部分 是有改善的 NTPO BMP的部分 當時應該是會下降的 所以在這個 史達裡面 他有一個 NTPO BMP 可以常常在四週 那是八週之後 在LCD60流這一組 他的 NTPO BMP 都是下降 都是明顯的下降 所以這也告訴我們說 如果 你想要用 這些BIOMARK 去看這些 心臟衰竭的病 到底有沒有 臨床上的改善 不然不只是症狀 或是 BMP上 預測這些病人 你應該用的是 NTPO BMP 而不是BMP 所以我們提到說 這些 這些臨床上的 一些BIOMARK 其實他還是有效 可以預測做這些病人的 一個 症狀 到底好不好 那把這些病人分 拿出來看 如果說他使用 這個LCD60 他的NTPO BMP 可以小1000的話 大於1000以上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他的BMP NTPO BMP 可以小1000 他的一個 最後的官媒 會有 NTPO BMP 他沒有達到1000以下 來的 好的很多 然後 他這個哈薩瑞球 就是他可以進步大概 60度 那我們剛剛講到一個低血壓 所以我就會想說 那 因為這些心衰竭的病人 很多 其實血壓 也許是貓膜 也許是他都不高 也許是他很低 那 這一類的病人 你要怎麼樣 採取他的一個 藥溫度 也許他本來 PCI-R病 用的藥量就不高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使用他 這些病人還可以採取到最大劑量濃度 所以這個 才要從這個study就告訴我們 這樣的病人 我們把採取到高劑量的 柔軟 他的實驗設計用兩種方式 就是說 快速的採取 他只用三週 或是用分兩階段 100Mbps 再用200Mbps 我們使用六週 把他分兩組來看 他能夠 如果torrents到最大劑量的機會 會到有多少 那我們可以來看 其實統計上來說 原則上是都沒有差異 但是如果說你快速的調整劑量 他還是有一個比較低的趨勢 他比較沒有辦法torrents到Maximum 那如果我們把他原本 ACI ARD C類的劑量把它區分出來 如果是用比較低劑量的 垃圾波的 跟高劑量把它分開來看 他如果原則就使用高劑量的 Grosport 其實你不管是用快速採吹 或是比較慢的去採吹 這個DOS 他能夠達到Maximum 這個torrents的程度 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是本來 本來就用比較低劑量的ACI 他就會有差異 甚至到處我們說 如果說這些病人 他本來就是用比較低劑量 或是他本來就使用torrents 比較低劑量的ACI ARD Grosport 你應該要花比較多時間去採吹 那是不是他吃比較低劑量 這個效率就會比較差 在這study裡面 可以告訴我們說 其實還是有一些病人 他沒有辦法採吹到Maxim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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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也許只有幾百度 也許是一百到二百 dose 也許是一百到二百 dose 其實在統計上來說 都是有幫忙的 都會比傳統的ACI 也拿到不一定都是有幫忙的 所以只要有使用這個藥物 不管是低劑壓或是高劑壓 或者它無法抬吹到什麼都是 它對它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 penalty 都是有幫忙的 那我最後總結一下這個藥物的一個 在這個 study 的一個事情 主要的一個 private outcome 終點 CP days 它會有再注力 都可以有效下降20% 那CP days 如果分開來看 20% 再注力21% 那其他的一個次終點 像是all possible 它已經可以下降16% 那在like quality方面 可以有7696可以能夠有效的一個增加 那心衰竭部分其實 心率不整 HF population部分其實是沒有差的 沒有特別的差的 那在腎臟的一個功能的退化方式 其實這兩個藥物其實差不多 沒有特別的差的方式 那其他的一個安全性的考量方面 雖然說這個藥物會有明顯 在腎臟上只有部分的一些低血壓的一個現象 不過並沒有因為這樣子造成這類的病 機質使用藥物再加進去使用 那在腎功能的惡化 超血甲 或是一些工作量 像咳嗽這一部分 尤其這個都比較少 甚至像在比較嚴重的裏 所以這個要原則上 目前有兩種技型 100Mb 跟200Mb 大概我剛前面有提到 對 所以它的通貨商品比較艱難性 那其實還是要注意一下健保的一個使用的優惠 因為這上跟我們study 很多的一些考驗 幾乎上是一樣的 那其實在我們NYHF的 Functional Classified 2到3級 它的一個有EF 必須要小於35個時候 然後你還是要使用Glass Quotter並用ARB 持續穩定達到4週以上 除非說它不能抽紋子被撈摈 不然你必須要使用 那每天就是BID使用也 那另外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它之前是使用ACI 那你之後要轉換這個藥物的話 你必須要禁止使用ACI 大概36個小時再給大家這個藥物 因為這個在ACI這部分發射 就是H2C 或者是要避免它要掛生在這製造 它建議使用方法大概已經沒有其他 如果它 一般的DOS是B100 Di 如果說它之前 Ross Quotter它的劑量可能就比較低 那你就從D紀念開始 或是說它腎功能比較不好 肝臟功能比較好 或往這部分就是從D的紀念開始 那你可以採摧到 如果說它可以FORDS的話 你可以採摧到200Mbps 那這個藥物其實我們看最後一個好處就是說 這State最後還要寵計說 這樣的病毒它到底還能夠多存很多久 就是以上傳統的指標 如果說以股數最大續分的話 它大概還可以多存過2.1m 那平均來說它1.4到2.1m 所以除了我們剛剛講的一個死亡率減少 它還是可以增加病毒的受病 這個存活時間 好 所以這個是大概最後一章 那其實不同的概念